这一棵我是薄荷跟枸杞混合种植 其实薄荷有利益就是防虫的 你看这棵枸杞就会没这么多虫的 你看它的下面贴地都是会有一点的 所以我们要架高它底下 如果贴地很容易就是惹到地上的虫上来 那现在因为枸杞种在比较偏樱的地方 那它有机会晒不到太阳 晒不到太阳这个也是要减脂多 因为你晒不到太阳不通风就不行了 最主要是有太阳的地方 你就可以借叶子来吃 没有太阳的呢 就尽量要减脂通风 那另外这一棵呢 就是有太阳的地方 有太阳的地方呢 就不容易有虫化 那我们这个呢 就可以借这个叶子来吃 留下这个岗 这个岗呢 很多小叶子 你如果借掉这个大叶子呢 它这个小叶子很快生长的 但是这一棵呢 有一点不好 就是我在下面种了一些花卉 那会带到那个虫上来 所以下面呢 你要修剪 要经常修剪 还要架高它 我已经拿一个铁丝架高它了 但是还有一点虫的 那这些下面的叶子呢 就是尽量要掰走它 如果有虫化的地方 就下面你要经常修剪 太密不行 就是这样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